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映画交流展2012年联合制片人计划的导演之一 我拍的一个短片是剧情片 片名叫做《河边》 这次联合制片人计划有一个游戏规则 那就是每一个导演的作品必须跟重庆有关 不像另外两位导演 他们的作品都在重庆拍摄 我的作品不是在重庆拍的 而是在跟重庆特别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个城市拍摄的 我身后的这条河 坐船圆着这条河可以漂流到重庆 而且我的片子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 这个东西 它是我的朋友专门从重庆给我买来快递给我的 我们这个片子总共拍摄的时间是五天时间 参加工作的演制人员超过了20个人 参加演出的没有一个是职业演员 这些演出人员他们在生活中分别是街头理发师 退休干部 大学生 商场销售人员 喂 青年模特 以及小区的保安等等 我很喜欢这条河 我经常在河边散步和骑自行车 在河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而且看到了他们各自生活的某一个瞬间 正是这些带给我创作我这部短片的灵感 在河边上就移竟了 在尽筹中间就叫他马尾山 黑鱼 这些庆节销售中间也发乱了 我们在这部短片外出的 刚刚才工作的 今天四つ这些庆节销售中间 我们在城中的艺术 队 让我感觉 我感觉 在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为联合制片人计划工作的台前幕后的各位工作人员 也感谢我的一百多位联合制片人 没有你们的努力就不会有这部片子的出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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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